郭文貴議員 沒有 因為我現在手上有一份非常完整的行政院的報告 總共有218頁 那我現在問題很簡單 在這218頁當中 請問對於核廢料處理的問題琢磨在哪裡 我想核廢料的處理它有長期中期短期的處理方式 沒有 我現在先請針對問題回答 那我218頁的內容 我詳細的閱讀 反覆的閱讀 我要跟院長報告的事情是 218頁的內容 對於核廢料的處理 一個字都沒有寫 裡面沒有寫可能是我們的書 但是我們其實該做的事情都一直在做 我們的政府曾經承諾 蘭嶼 那邊達戶族的朋友們 2016年 要把低階的 我現在還不是在講高階的喔 要把低階的 核廢料移出蘭嶼 請問今年做得到做不到 以目前這個低階的最終處置場 還沒有著落的狀況之下的話 這個事情2016年應該是有困難 好 我們政府曾經做過的承諾 現在私信於蘭嶼的朋友們 請問這件事情 院長還是部長認為誰應該負責 當然 這個當然由經濟部 經濟部負責推動 尋求低放射性的廢料組織長 我們這方面遭遇到困難 那如果認為應該要負責的話 請問負責的方式是什麼 政府要負責是跑不掉的 但是負責的方式怎麼樣跟當地居民溝通 或是有什麼樣的這個補救做法 我們會再去跟他們講 時間有限啦 那既然院長也同意了 政府應該要負責嘛 那我們針對負責的方式 是不是可以請主管機關 盡速提出報告 我會請那個主管機關回去 好 在2012年的時候 美國能源部下面的藍帶委員會 他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建議 就是 我們要有心理準備 在最終處置可能遙遙無期的情況之下 針對高階核廢料 進行集中式的中期儲存 那為什麼要進行集中式的中期儲存 我們就講的白一點啦 台電現在的處理的方法是 核一的高階核廢料放在核一 核二的放在核二 核三的放在核 核三的未來繼續放在核三 台灣才多大 台灣才多大 一個台灣 搞了三個高階的核廢料 儲置廠 這個是一個聰明的政策選擇嗎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開始朝向 中期集中儲存的方式來做思考 你們那個中期集中儲存的計畫 2014年提出來的修正版是 你要到2028年 最終處置廠選擇選不到 你才要啟動 有什麼理由要等到那個時候才開始啟動 如果這是一個應該走的方向 我們是不是現在就應該馬上開始啟動 這個 我可以 負責任的講 可合理預見的未來 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是不是現在就應該開始啟動 不應該等到2029年的時候 才想要開始處理這件事情 對我這樣的看法 不曉得院長贊不贊成 聽起來應該是合理的 好 美國他們在當初考慮 中期集中儲存的時候 就非常重視我剛剛跟各位講的三個原則 公正的組織體 有公眾參與的程序 客觀的標準來選擇 這樣才公平嘛 因為大家都不希望高階核廢料放在自己的家裡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選出一個地方 未來台電在思考集中式中期儲存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民主參與的程序 我講這句話非常的痛心啊 因為在我所選區所在的北海岸 北海岸的居民為了台灣整個核電的發展 他們已經忍受了超過40年 核電廠就在我家 對於北海岸的觀光資源 生物的多樣性造成非常強烈 負面的衝擊跟影響 你現在沒有經過任何公正客觀的選舉程序 你告訴北海岸的居民說 合一合二的高階核廢料 還要繼續待在北海岸 待超過40年以上 你們覺得這樣子政府做 對得起北海岸的居民嗎 我想那個選址的事情 剛才部長已經承諾說 回去瞭解一下整個決策過程了 我想那個選址的事情 剛才部長已經承諾說 回去瞭解一下整個決策過程了 天啊 有天啊 在北海岸的居民說 天啊